存这些官股其实是有一些原则的 选择这些官股应该要特别注意到三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就是公司必须要够大 什么叫够大 可是这些公司都蛮大的 都蛮大的原因是因为说 他能够抵抗这个所谓的一个系统性的风险 一旦有所谓的突如其来的一个事件 他就不会有所谓的一个倒闭的一个问题 再来既然是要定存 我们他的一个配息的一个比率就要稳定 也就是不能一年配多 然后隔年配的很少 对 那赚多就要配多 赚少就可以配少没关系 那为什么他赚少配少还是可以买 原因是因为他如果赚的少的话 他的股价就会掉下来 那这时候我们入手的成本也就会变得比较低 再来获利要稳定一点点 既然是选择官股 他就一定有某些程度上面的一个所谓的一个保护 那获利稳定再加上他不要大喜大落 基本上就可以是我们定存股的一个原则